BNO Visa 移入難出 如果你想入籍就更加辣辣 申請入籍那一刻 就要求你之前五年離開總數 不可以超過450天 除回你的數 每年不可以離開超過90天 BNO Visa 這個計劃 符合去的條件簡單 但五加一這個條件 居留就不容易 去英國有一個計算方程式 就是你過去五年裡 沒有任何延續的十二個月 期間離開英國超過180天 還有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話 小朋友的身份都要視乎父母兩個人的情況 父母其中一方未成為永久居民的時候 他的小朋友是不可以跟住時間 那一個父母而成為永久居民 一定要兩個人一起才行 是 這種情況在其他歐美國家 都不一定是這樣的 就變相令BNO Visa 移入難出 辣的說言就說不太辣了 加拿大和澳洲有些Visa的項目 是在香港當你申請的時候 你一批就批個永久居留權給你 例如澳洲的技術移民 加拿大的快速通道 還有QiIP 就算現在這樣 COVID-19這麼嚴重 但一批一個永久居留給你 你有權拿著這個Visa 就這樣飛澳洲 成為永久居民的條件 或者保持永久居民的條件 有一個地方我們還未說過 那個真是簡單得不得了 我也猜到你要說哪裏 外爾蘭真的很少 要保持永久居民的條件 不過你也要去的 一年也要去一天 一石二鳥 今年的年尾就可以用明年的年頭 如果想知道最清楚的資訊 關於這些條件的話 就當然來我們AIMS資訊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